我们欢迎你 老鞋的剪刀里 买起买起的怀念 欢迎牛海队 欢迎牛海队 我们欢迎你 你看他回到台湾 他所组成的这种社团组织 包括华夏文化交流协会 以及台中市大楼社稀协进会 等等的团体 在组织章程里面 所制定的都非常明确 有一条就是要提升两岸交流 列为他们的章程 请问台中市的大楼 和两岸的关联有什么关系 很明显的 沈志会跟中国大陆 应该是关西回潜 是我们适合中华民国的宪法的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 我想这一点一定要 让我们的国人同胞们了解 虽然说我们现在两岸已经有在互动了 那么我们两岸的这个经贸活动活络 但是我们的政治 我们的整个法律上面 事实上都还没有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 我想我们台湾人绝对不会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中共的代言人 或者是说他这个亲中的行径 来中华民国的立法院 当了立法委员 那这样子我们能够来安心吗 我来中华民国的合ат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